这是Adam,他饱受痛风之苦 尝试Ura,他在治疗痛风中有助于防止尿酸晶体 Ura,尿液减化剂,有效缓解痛风 欢迎收看K&T快报 首先安华在有大动作吸引外国投资者 而且这次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安华今天证实 他将会在下星期会见这名世界首富 以便讨论在大马加大投资的事 安华今天证实 他将会在下星期会见这名世界首富 讨论在大马加大投资的事情 明星期间 Elon Musk 请我和我 谈讨在可能和承认 在马来西亚 中国中国和马来西亚 阿华今天在斯美兰和公务员对话时强调 大马需要增加收入以及减少债务 这样才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机会 今年3月 孟国部部长冬古招傅鲁宣布 政府批准特斯拉向大马进口纯电动汽车 特斯拉也为此在大马势力总部 并建立超级充电站网络 国幕的政治演讲在挑起513事件 已经加入一党的巫统前总秘书阿努亚姆沙 前晚指控吉隆坡爆发流血事件的那一刻 林吉祥正在沙巴亚币发表煽动言论 阿努亚姆沙在万劫一党演讲活动表示 513事件就发生在行动党首次参加大选之后 再次参加大选之后 林吉祥已经多次否认他和513事件的关系 甚至因此起诉前总警长韩念夫和阳光日报诽谤 韩念夫后来向林吉祥道歉 阳光日报也刊登道歉启示 林吉祥也曾在当今火箭撰文批评 这些都是卑鄙的诽谤 林吉祥强调自己当时不在吉隆坡 也没有在吉隆坡街头煽动民众情绪 阿努亚姆沙将林吉祥扯上513事件 引来林吉祥喊告 林吉祥透露 他已经指示律师采取行动为他证明 他也强调自己已经多次声明 他和513事件无关 林吉祥在文告中重申 513事件发生前后 他都不在吉隆坡 他认为阿努亚的污蔑 印证了伊党利用谎言 谬误 假新闻 仇恨言论 为国盟在六周选举拉票 而且伊党在哈迪阿旺的领导下 违背了联邦宪法和多元主义的建国原则 吉党看守大使尚主席表示 雪兰娥能够成为全国最先进的州属 不是西门的功劳 而是因为雪兰娥靠近吉隆坡 尚主席表示 如果吉党靠近吉隆坡 吉党也一样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的地方 对于沙主席的言论 地政部部长 政治秘书张宇刚嘲讽 沙主席经常语出惊人 却爱打脸自己 他点出 槟城离吉隆坡很远 但依然发展得很好 张宇刚提醒沙主席 槟城发展优异 经济增长和人均生产总值 都属于全国的前段班 他因此批评 沙主席等一众国盟领袖 只是在试图利用吉隆坡论 来掩饰自己的智州无能 言论毫无逻辑可言 张宇刚强调 槟城不靠近吉隆坡 却可以健康发展 年年取得好成绩 相反的 一党常年领导的 吉兰丹和登加楼 却陷入贫困种境 这证明沙主席的歪理 不过是在推脱国盟施政无方 领导无力 他也点出 滨州威省市政局 2008年以前年年赤字 几乎耗尽储备经 陷入濒临破产的危机 但民连接管滨州政府后 威省市政局转亏为盈 由此可见 好的政党和领袖 能够把石头变钻石 垃圾变黄金 国盟支流把执政州搞得一穷二白 民不了声 却只会推卸责任 张宇刚呼吁选民 必须在六州选举支持团结政府 以便为国家带来政治稳定和永续发展 尚主席昨晚也提到 马华和国大党欺赞六州选举 是因为他们在抗议国阵兼 乌党主席阿姆扎西 尚主席建议 马华和国大党转投国盟 而且可能有机会再混合选区上阵 针对尚主席的建议 马华总会长魏家祥断然拒绝 魏家祥在贴文中简洁明了地写了个不字 另外马华总议书张胜文告诉当今大马 马华中委会早前指示一决 不参与六州选举 但没有讨论要退出国阵 马华副总会长郑林科则透露 为了缓解国家日益恶化和紧张的种族关系 马华才决定牺牲全面欺占六州选举 他在面子书表示 共同党和一党在上届大选 各自向知者散播种族言论 导致国家两极化 郑林科指出 共同党灌输非穆斯林 无统治种族歧视的政党 导致马华被厌恶 如今又拿一党来恐吓非穆斯林 他表示 马华决定回避冲突 并要成为国内种族关系的桥梁 另一边乡 共产党将从今晚开始 连续三天陆续推荐各州的竞选机制 根据当今大马获得的清单 共产党预料会上阵59个州一席 包括雪兰娥20席 槟城13席 森米兰6席 吉达10席 吉兰丹7席 以及登加楼3席 由于这是团协政府面临的第一场周选 西蒙与国阵的议席分配 因此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 共产党捍卫了哪些议席 哪些议席又让给国阵 欢迎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 了解完整的分析内容 民政党党选明天提名 当今大马了解到 由于倒刘华财势力协商不成 因此党主席预料会出现四角战 巡旧连转的刘华财 昨天发布影片向中央代表拉票 他同时表明 民政党会和国盟共进退 刘华财在面子书影片中表示 他在党最低迷的时候 接任党主席 他希望尽快把民政党带出谷地 直到第十五届大选过后 我相信我们的方向已经非常的清晰 就是跟国盟共进退 所以这次我有意寻求残联 希望各位同志能够再给我多三年的委托 让我有时间去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给党、给党员、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刘华财也为自己不足之处向党统治道歉 也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 当今大马报道 党主席竞选方面 除了刘华财 还有联邦直辖区主席刘开强 新邦令金区部主席梁德明 和马六甲州主席严炳南 刘华财将会和胡动墙搭档 胡动墙捍卫熟理主席职位 在反刘华财阵营方面 为了避免分赛选票 党内有传言指梁德明和刘开强可能会合作竞选 不过刘开强告诉当今大马 他的竞选搭档会是现任总秘书麦家强 而梁德明则没有透露人选 另一方面 严炳南表示 他的熟理主席职搭档是宾州民政党副主席邱正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